为什么没有人能修复这座耗资210亿美元的浮动机场 2018年9月4日,机场遭受台风飞烟攻击 海水汹涌淹没岛屿后,机场不得不暂停营运 跑道被击中,水慢到了一些飞机的引擎 当一艘大型邮轮撞上连接机场和大陆的桥梁时 情况进一步恶化,导致留在机场的人们滞留 9月6日之前机场的所有航班军被取消 届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机场将部分恢复国内运营 关系机场线和南海机场线的修复工作完成后 前往机场的火车服务于2018年9月18日恢复 机场于2018年10月1日恢复正常运作 2019年4月8日全面恢复往返大陆的交通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位于繁华城市的郊区 旨在解决紧迫的土地稀缺问题 然而,尽管其意图宏伟,但似乎没有人能够解决困扰这项庞大事业的无数问题 一个主要障碍是海提的基础不稳定 其浮动结构容易受到强流和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 在稳定性方面提出了重大挑战 不断的运动让建筑师和工程师摸不着头脑 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外,该项目的巨额成本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财务担忧 由于预算可以资助众多替代性基础设施项目 许多人质疑这种奢侈冒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此外,环境问题也困扰着海提的建设 人工岛对海洋生物构成威胁,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 批评者认为,该项目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任何好处 最终,浮动机场已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难题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它所面临的技术,财务和环境障碍可能是无法克服的 在出现突破之前 海提仍将是一项神秘而不切实际的努力 吸引公众的想象力,但却无法使其发挥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